相信大家都知道,在当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,而当时的日本军事力量非常的雄厚,所以很快便占领了大片土地。 而日军在打到我国本土的时候,在各个村庄都做出了很多残忍的事情,甚至在当时日本还发明了一种刑罚。 据了解这一个刑罚虽然不痛不痒,但是却残忍到了极点。 要知道当年日军所到之处都会烧杀抢掠,甚至还会将一些强壮的男人和女人带走。 而他们的命运可以说是非常的悲惨,因为日军会将他们带到细菌部队做实验,通常他们会被关在充满毒气的房间里。 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身体并没有任何的感觉,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对劲,但是久而久之估计也就会进入到身体。 所以到那个时候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,已经为时过晚了。 所以不得不说,日军的这个惩罚措施真的是非常的残忍。